刚刚,就有两位创业者离开了我们,为什么总会有创业者与死亡的方式,让我们铭记创业的艰辛? 投资家网ID to the US 8月7日晚,当创业者们如同往常一样推背换展,与各种商业伙伴互相交错时,一条阿杆走了的消息,在朋友圈风转,让人触目惊心。 从自律行间可以知道,阿杆也是创业群体中的一员,曾连续创立过三家公司,在第三家公司尚未成功之际,他选择用跳楼的方式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阿杆的最后一条朋友圈,令人遗憾的是,就在阿杆去世的当天,另一位创业者古安天下安全牛创始人李华,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李华在2007年成立了古安天下,专注于信息安全与IT风险管理,业务和产品,包括软件产品,培训教育,安全意识,IT审计,古安在线,安保王等。 同年,他还成立了安全牛,是面向信息安全专业人士和企业信息安全管理者,得打造的最有价值的情报站和智库。 同时也是新型信息安全人才的学习,交流与分享平台。 然而,他选择与阿杆同一天,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这一切都太突然了,上一次发生朋友圈机体默哀,的时候还是80后创业天才毛坎坎自杀。 再往前便是人们提提色变的春雨医生CEO张瑞因心肌梗塞促然离世,留给世人无限晚戏。 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告诉我们,创业之路嫉妒凶险,成功绝非一世。 那么,又是什么原因让创业者走向死亡的呢? 一、融资来,资金压力大。 对于创业者来说,排的第一位,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资金了。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,这话适应一切,也包括创业。 有资料显示,赶来所创立的第一家公司,深圳法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,以下简称法兰互动,最终没有成功IPO而落的被迫清算的下场。 就与融资受阻,资金链锻炼有一切关系。 法兰互动创立于2014年,是一家专注于IOS、Android双平台移动游戏研发及海外发行的高科技创业型公司。 团队核心成员均为腾讯、金山、GameList、董事报选等著名游戏公司股干员工赞。 在多个中重度游戏领域,有丰富的研发运营经验。 公开资料查询显示,法兰互动曾获四次融资,2014年10月,获得了天使轮融资,2015年8月获得了A轮融资,2017年5月,获得了它P四方的B轮融资。 半年后,又获得了Z轮融资,融资金额均未披露。 即便赐了融资,也无法保证法兰互动的成长与成功,情况开始积转直下。 2017年5月,时任总经理和执行常务董事退出,同时退出的还有两名监视,把定代表人游甘来变为谭明理。 2017年7月,指定联系人游甘来改为楚庆灵。 如今,甘来也不在法兰游戏股东行列,融资难如同一把达摩克利之鉴。 一直选择创建公司的头顶。 在本来就有融资压力的环境下,法兰互动作为游戏公司,无法短时间内变现,需要持续投入。 投资人也就没法在短期内退出,使得融资更是难上加难。 2018年2月,法兰互动进入破产清算流程。 若没有运转资金,创业公司的路就走到尽头了。 2.996 长时间加班,想要做个高富帅,低老板没那么容易。 中小企业的创始人生存是艰苦而复杂的,创业者要找钱,找人,要搞定内外关系。 工作时间长,压力大。 9.996 甚至997对很多创业者来说都是常有的。 每天工作15小时,睡6小时,抽三包烟,吃一顿饭,开无数会。 他们的身心健康早已岌岌可危。 游戏行业更是,2011年底,酒游市场总监刘俊因病去世。 2012年9月4日,新山游戏团队程序员猝死,该员工为西山剧游戏的运营部员工。 年仅25岁,2013年1月18日,居然网络官方宣布起美术部员工菜品因病事实。 有媒体报道,趁其实是因为长期加班也罢过劳致死。 在外界看起来赚钱很多,光鲜亮丽的游戏公司,其实是以高强度的工作和快速的工作节奏述称称。 你们激烈的竞争,游戏公司,无论是改版,运营还是营销,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 很多游戏公司都已经把加班当成了一种常态。 三,与时间赛跑,风口来了又去,行业周期也实施变换。 想成为风口上的那只猪,你得先跑过千万头猪,然后准确的在风口来临时站在风口上,才有可能被吹起。 创业者就是与时间赛跑,与风口赛跑,与红利期赛跑,与木子寒冬赛跑,和该来有过交集的创业者在朋友圈表示,曾深深的感觉到阿该创业挥之不去的压力。 来自投资人的,来自家人的,来自合作伙伴的,来自自身的,来自员工的,等等等等。 可见阿该的压力非同一般,要处理的事情也来自方方面面, 要每一样都处理好,它不就要和时间赛跑吗? 创业就是在空中开飞机,一边开,一边修,还不能放慢速度,这样才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。 毕竟马克思老人家曾言,任何节约,归根结底都是时间的节约。 创业不易,祝愿每一位创业者,都能在创业路上顺利获得融资,同时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,并且成为时间的朋友,带领公司顺利走上上市之路。 最后,月妈嘎嘎来,李华在天堂一路走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